隔离霜和防晒霜的区别 隔离霜和防晒霜是每位女性生活中都少不了的日常用品 由于大多数产品中都含有隔离和防晒的功效 所以导致很多人会将二者混为一谈 那么隔离霜和防晒霜有什么区别呢 防晒霜与隔离霜的功效不同 隔离霜存在隔离灰尘、油污、彩妆以及辐射 有些含有SPF和UV指数的隔离也同样具有防晒功能 但防晒霜却只具备防晒功能 并分为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两类 防晒霜与隔离霜的使用时间也不同 隔离霜处在化妆和面对电脑之外是不可以天天使用的 而防晒霜却可以天天涂抹 因为一年四季都有紫外线 长期使用防晒霜是可以有效减少紫外线对肌肤的伤害的 隔离霜却是有效减少的 价格的是有效减少